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莎莎近日因时尚玩家改播出时段,与她另一节目WTO姐妹会对打,让她不得不先向时尚请假,以示对WTO姐妹会的尊重。 她左领军新住民们一同走出户外,前往高雄梦时代举办WTO姐妹会见面会,近距离与观众互动,然而被问到时尚主持风暴,她无奈说,与两边节目合作多年,一类及革命情感,不会说断就断。 莎莎昨看到众多粉丝参加活动,她表示高雄的粉丝超热情,制作单位精心准备瑞典地狱飞鱼罐头,臭气冲天,味道臭到新住民鱼粉丝必须穿鱼衣相用,莎莎一闻到惊寒,好臭哟。 她无奈表示,第一次闻到这么臭的鱼罐头,让她闻到快晕了。 莎莎也坦言一开始主持WTO姐妹会真的很怕生,主持已有一年半多,愈来愈能抓到新住民的梗,新住民在节目上尺度大开,私下甚至会偷聊莎莎,这不但没吓到莎莎,她会反聊回去,吓傻新住民。 莎莎在节目中接触各国男子,本来只对韩国欧霸,法国男生有兴趣,但主持WTO姐妹会后竟胃口大开,直说,每一国的男生都很帅捏。 莎莎做到高雄出席活动。 八大提供。 那我帮助莎莎莎与莎莎尔赏得反映大体。 存浉ettre再瑕莎